大家好 今天我说一下我们到南巴克海特这来划船 它呢在澳洲东海岸的中部地区 它海和河交汇的地方 九曲十八万上次提到过 它这个你看我们就在这里边 它呢因为是在海的外面 是在海的里面 所以呢风平浪静 划船是好去处 而且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这里这一带呢 我们下水的这一带呢 它有好多的这种mangrove 就是水中的这个植物 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水鸟 这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非常近距离地看到这些鸟 划船过去它们一般也不多 它们就站着这个 而且在这水中间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沙地 我想呢我们去的时候啊 恰好是低潮 平常的时候可能这水啊 水面会比较高 我们去的时候这水啊 大概也就有个二三十公分 浅的地方啊 可能能有三十公分就不错了 所以我们经常呢 滑着滑着这船就搁浅了 但是水呢是非常非常清澈 能够看到一些鱼 可是看不到太多的那种彩色的鱼 这个天气好啊 太阳出来的时候 这水面你看吧 是分层次的 它在中间就有这个水的中间就有沙 然后呢 在这个稍微两边深一点 就是碧绿碧绿的这种颜色 你看中间吧 是沙 有很多这种 Sand Island 这种所谓的沙岛 你要一划船吧 你不溜边走 朝中间走不着眼 框就卡在那了 然后再给拿桨 给推出来啊 不过这个 因为它就去十八弯嘛 所以我们今天是稍微花了点力 把所有的弯都给绕了一遍 还是挺好玩的 它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在你划船的地方 离海非常不远 可是你呢 从这个划的时候 一边划就可以看在远处的地方啊 你看了吗 这远处的地方啊 实际上海浪是冲过来 我没有把这个镜头啊 举太高 应该要有一个这种自拍杆啊 或者是什么 你就可以看到那海水啊 是从远处冲过来 非常好看 这是我们啊 在这奋进的划船 它呢和在这个小溪上面划呀 感觉不太一样 它这个水啊 水流更快一点 而且划起来呢 它的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 速度呢 挺快的 我们走着走着呢 就划到了上次那 南巴卡海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V-wall 就是绘画的这个墙 这儿我以前做过一期 可以看的那个啊 看那些墙呢 都是艺术家跑这儿来画 各世界各国的艺术家 跑这儿来画 你看 画的还挺有意思的吧 纪念他们到此游 基本上是 但是呢 各种主题的都有 画的非常好看 非常有创意 我们呢 就等于是 这一次呢 就没有从这个墙的里边 岸上那儿走过来看 相当于是在这个 海水的外面的一侧 过来划船过来看 把上次没看到的 也都看了一遍 但是呢 这个从这儿呢 要进到那个南巴卡海的 这个V-wall的这个 那个墙的那个 那附近呢 你如果要是直接滑 沿外海边 那可不行 因为那个浪非常非常大 那它在这两个之间 在这个 还没到海之前的时候 有一小段距离 你可以滑进去 就相当于还是进到了内海 那我们相当于是在内海 你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图吧 这右边是外海 里边是内海 我们就等于是 从这个口这儿 进到了这个内海里边滑 那进到内海 其实还是挺 进去那一小段 浪有点大 再加上你这船呢 你是想要进去 所以你不能迎着浪走 你还是要顺着浪走 所以有时候我还有点担心 会不会一下子来了浪涌 来把我们的船垫翻了 没有 对的 也稍微有一点 这个是我们就等看完了 那个墙之后呢 就转头 掉头梦回滑 你看我们这个滑的速度 这一个人 滑的速度好快啊 乘风破浪 这沿途都是这个海鸟 你看这个 Pelican 好大个儿 走到它这根墙的时候 看觉得 它的个子真是比一般的 天鹅要大很多 看到这只很兴奋 你看它们是走路走起来还挺 它不像天鹅这么优雅 然后一路走到这个边上 下到水里 要飞起来 它其实还是很好看的 一般低飞 个儿特别大 幅度特别大 这是走过去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鸟 你还滑的时候呢 滑船的时候带着望远进去 我们这个呢 等到回来的时候 没想到 这个水啊 它落潮了 所以我们必须得 从很远的地方就停下来 滑不了了 再拖上去 好 再见